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9月27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二十大召开的日期越来越近 无论是针对金融市场还是针对上访人士 维稳措施已经全面展开 路透社消息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的证券监管机构 最近要求一些大型的基金和券商 避免在下个月的二十大开幕之前 大规模的出售股票 两位直接知情的人士透露 中国监管机构此举的目的是 避免市场出现大的波动 上海和深圳的证券交易所 通过所谓的窗口指导 也就是没有书面文件的非官方指示 口头下达了这一要求 消息人士表示 他们要求我们避免异常的交易活动 包括大规模的抛售 基本上这个举措的目的就是稳定市场 另外一位来自买方的消息人士证实 他们也收到了类似的通知 称此事在政治上很敏感 上海一家共同基金的合规官员说 虽然他们没有收到上述窗口指导 但认为在二十大前 帮忙维持市场稳定 是中国基金经理自然的责任 中国股市的基准护升300指数 本月已经下跌6% 今年到目前为止的跌幅已经超过20% 由于新冠疫情 房地产市场危机 再加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 投资者承受风险的意愿一路走低 7月下旬 上海证交所表示 要充分认识到今年二十大的重大政治意义 并且表态要在二十大前保持市场稳定 将会坚决防止资本市场巨大和迅速的波动 那么现在看来保持市场稳定的方法 就是简单粗暴的阻止基金和券商出售股票 而动用政府权力 限制干涉金融市场 在中国已经成为常态 2015年中国爆发股灾之时 就有证监会主持中国二十一家内地券商 组建的一个救世团队进入市场 金融市场国家队的名号也就此成立 今天沪深300指数上涨了1.4% 迎来了五天以来的首次上涨 不仅仅是在金融领域 中国公安系统一位消息 指出北京的公安部门 从数月前就开始进入了全面戒备的状态 包括勒令公安干警不能够离开北京 当局已经在北京周边设定多条防线 限制访民进京为期40天 而刚刚解封的深圳 在此因为出现新冠阳性病例 而宣布将一些区域调整为中高风险区域 并且对高风险区域的居民进行足不出户的风控管理 周一晚间网上的视频显示 高风险区域的一些居民进行了集体抗议活动 并且与防疫人员和警方发生了冲突 有1800万人口的深圳仅有10例新增病例 但是由于中国极其严格的清零政策 官员们仍然命令高风险地区的居民不得出门 周一晚间深圳福田的一些居民聚集并且爆发抗疫活动 视频中可以看到抗疫者集体呼喊解封解封 有民众向警察投掷矿权水平 现场发生警民肢体冲突 大批警察到场维稳 数名警员上前维持秩序 其中一名警员拒着蓝色旗帜上面写着 警察执法尽请配合 而除了高风险地区之外 深圳还有15个小区被列为中风险地区 这些小区的居民只允许在小区内部活动 与深圳相邻的香港则从本周一开始 将入境防疫政策改为了0加3 海外敌港旅客不用强制隔离 也无需在登机前提交核酸结果 起飞前只需要做一个快速抗原测试即可 香港希望通过此举可以吸引和留住人才 在本月最新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 香港跌出了全球前三名 让位给了新加坡 本周二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报告 称中国的经济产出将自1990年以来 首次落后于亚洲其他地区 这一结果也凸显了中国的疫情政策 和房地产市场的崩溃 对经济所造成的打击 世界银行已经将其对中国GDP增长的预测 从今年4月的5%下调至了2.8% 与此同时 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其他经济体的预期 则有所改善 预计这些地区在2022年将会增长5.3%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表示 中国曾经率先从早期的疫情中复苏 但是现在正在为遏制奥米克戎付出经济代价 近期包括高盛和野村等一系列的金融机构 都下调了对中国的期望 悲观情绪的上升 主要来自于习近平清零政策的不断延长 这些金融机构都表示 虽然中国可以拥有强有力的刺激措施 但是财政刺激将会被清零政策所削弱 相比之下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其他经济体 尤其是东南亚的出口驱动型经济体 大多数机构预计 他们在2022年将会增长得更快 通胀率会更低 煤炭出口大国印尼上周透露 8月份出口收入达到创纪录的279亿美元 作为刺激中国的经济措施之一 周二国务院宣布 中国将在第四季度推迟中小企业超过530亿元人民币的缴费 投资收益暂不征税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最新国常会上 决定对部分行政事业型收费和保证金的收费实行环缴 帮助市场主体减负纾困 李克强表示 稳增长稳就业保名声 关键就是要保市场主体 因此针对市场主体 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和制造业的实际困难 要加大纾困力度 在第四季度 环缴多项行政事业型收费 规模达到530多亿元 环缴各类工程保证金 规模约630亿元 国务院指出 环缴费用相当于国家为企业提供了一笔无息贷款 能够有效为企业活血送暖 以及缓解资金的周转压力 而在房地产方面 中国恒大正在与深圳政府旗下的一家 房地产投资和运营公司合作 在深圳完成四个未完工的房地产项目 在联合声明中 恒大表示 恒大深圳公司在政府的指导下 引入了国企 深圳市龙岗安城投资运营公司 进行合作 一起完成保交楼 声明表示 有了国企的帮助 将会确保向买家交付楼盘 恒大董事长许家印 本月早些时候表示 全国所有的项目建设 将在9月底前复工 而截至9月中旬 恒大在全中国的706个项目中 有38个尚未恢复建设 随着10月的临近 中国的十一黄金周即将来临 近日 长三角地区多地相继发布 针对返乡出游者的防疫提醒 除了倡导就地过节 还要求游客访问景区 必须出示72小时内的核酸证明 据不完全统计南京 扬州合肥等地均已发布 假期防疫提醒 南京倡导市民就地过节 外来人员抵达南京 则需要在12个小时内 就做一个核酸落地检 三天内还要再检一次 入住酒店进入景区 都必须查验72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 多个景区还需要按照预约 实行实名制的检票 听起来要旅游一趟 真的是很不容易 但是即便如此也许是压抑太久了 还是没有阻挡中国人想要旅游的热情 与9月的中秋节相比 十一长假机票的出票量和价格双双上涨 平均价格已经比中秋假期上涨了近四成 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 十一假期机票的订单平均价格超过700元人民币 比中秋假期上涨近四成 十一假期的国际航班平均价格也较去年同期高了18% 十一假期期间 中国飞往日本的机票均价同比增长32% 英国 韩国 新加坡和俄罗斯 也是今年十一期间国际航班的热门目的地 但是虽然说机票价格比中秋假期要贵 但是与疫情前的十一假期相比 今年的价格并不算贵 携程的数据还显示 游客乘坐飞机的平均航班里程数较去年减少了3% 也就是说出行距离进一步的缩短 今年十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前十名分别是 上海 北京 广州 昆明 杭州 南京 西安 重庆 长沙和青岛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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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